大家好,我是魏哲,欢迎来到我的商业课堂。 因为也很巧,我是传统零售出身,又做了电子商务。 怎么看传统零售和电子商务到今天所谓的新零售? 那我们传统零售的时候,真的是一个叫经营产品的时代。 我们的销售增长,以前在百安局,那我得先数,去年卖了一万个马桶。 今年百分之三是成长,我争取卖它一万三。 卖它一万三,去年卖了五千套橱柜,今年的争取卖它六千套橱柜。 那我就得去想,我如何去卖多一套橱柜,多一个马桶。 所以一切都是经营产品。 但是呢,也不是说我们当时不想经营人。 因为当时消费者离开我们的门店,就失联了。 我就跟他失去联系了。 他是谁呢,我们也不清楚。 百安局这样的建材超市还好,因为我们有个送货,大概知道它的地址。 那其他消费品呢,真的是男女老少,我不知道是谁。 出门以后联络再也没有了。 所以传统零售的时代没有机会经营人。 其实电子商务时代是基于PC互联网。 新零售真的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才可能存在。 移动互联网解决了一个人机合一的问题。 就是PC互联网时代我们叫人机分离。 没有人带这个电脑逛商场的。 即使带着,它也不会随时打开。 所以那时候呢,叫传统零售和电子商务,叫有你没我,有我没你。 就当你对着电脑的时候,你一定不在零售的场所。 当你在零售场所的时候,你一定没带着电脑。 所以当你网上购物的时候,就是在传统零售的蛋糕被你拿走了。 当你在传统零售的时候,网上的蛋糕也就没分过去。 那么新零售的一个最大的背景,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人机合一。 就消费者是带着手机来你消费场所的。 所以你再也没有理由说,我抓不住消费者了。 你抓住消费者的手机,你也就抓住了消费者。 那你抓住消费者的手机呢,传统零售的两个问题都能解决。 一,你不会跟它失联了。 二,它是谁,你可以理解为每一个消费者就实现了100%的全电子化会员。 它的行为记录就终于落实到每个人了。 原来你只记录卖了多少商品,谁买的,没有这样的记录。 所以我们先理解新零售时代的一个最大的前提。 新零售时代是基于移动互联网。 基于移动互联网是人机合一。 不仅人机合一,是五合一。 叫人机时间地点支付。 五件事被结合到一块去了。 所以新零售为什么早不提晚不提,大约在2016年左右提出来。 是看到了人机合一的一个大的前提。 那么基于这个前提,一个经营者就有可能不仅是经营产品,他可以经营人了。 那我在全国连锁大会上说,传统零售企业,以前你们是处于不利的地位。 就是你只能防守,你没法进攻的。 被电商打得满地找牙。 那现在终于有机会,攻守兼备了。 但如果你没有做,你不能怪别人。 是人机合一到了你的店。 你既没抓住人,也没抓住机。 是你没有花功夫去抓。 而在移动互联网之前,你想抓也抓不到。 想抓也抓不到。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。 那我们经常说好的商业模式,两个标准来检验。 如果你把新零售当作一个新的商业模式,你用两把尺来检验。 凡是对用户体验不能大幅度成倍成倍提高的,不是好模式。 凡是对行业和企业效率不能成倍成倍提高的,也不是好的模式。 应该先从哪个入手呢? 很多都是说先从用户体验入手。 我说恰恰建议新零售是从行业、企业效率大幅度提升入手。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,新零售在哪些机会,有机会跟传统零售比, 也和电子商务比。 我效率提升的前提是什么? 可能性在哪儿? 电子商务有两个效率,目前是严重有问题,甚至还在不断恶化的,叫纯电子商务。 就不要觉得电子商务有多好,电子商务有自己有两个软肋。 一个就是货客成本,居高不下,越来越高。 其实货客既包括你重新货客,也包括你在京东、天猫、淘宝这样的平台。 你上面花的营销费用已经越来越高了,折算成每一笔成交的客户。 这个成本很高。 第二个呢,是物流成本,也是居高不下。 尽管它可能不会越来越高,但它占这个成交金额的比例相对固定,也是高的。 新零售一定是对原有零售门店加以利用的。 那么传统门店两个不显著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 传统门店的客流几乎已经不要钱了,只是你有没有抓住把客流转化为用户、经营而已。 第二,传统门店都有一次什么B2B的捕获过程,就这个物流的成本也已经发生了。 所以你如果以客户自提为前提,或者加上最后100米动用传统零售的人工来实施最后100米的捕获,这个物流成本也几乎不再增加。 所以首先是要看我的效率能不能比电子商务高,高在哪些环节。 新零售最忌讳的是,你把电子商务的低效率的两个成本又带来了。 说我搞新零售,还要加大货客成本,那真是找死。 我做了新零售,又使我原来的物流成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。 那你等于又再拿自己的长版,不用,又去用一个自己的短版。 那我们再来看,我们跟传统零售比,新零售应该在什么地方发挥优势呢? 那么,跟传统的比,跟传统零售很大的一个区别,就是要想办法把传统零售的人效和评效大幅度提高。 那么为什么人效和评效是传统零售的死穴呢? 我经常说传统零售有死穴,电子商务有死穴。 电子商务的死穴是营销获客成本越来越高,物流成本居高。 不下。 传统零售呢,有两个成本不可避免的会上升。 一个叫房租成本,租金可能还是不能降,房价这么高,租金不太可能降。 第二,人工成本,对吧? 员工的工资。 那么传统企业最痛苦的是,由于我的人工成本在上升,我的租金成本在上升, 所以新零售要解决掉传统零售两个问题的话, 我让传统零售的人效,人均产出,大幅度上升。 我让我的每平米的产出,大幅度上升。 所以你描绘一下新零售的场景, 它对传统零售比,一定是远远高于传统行业的人效的。 一定是远远高于传统零售的人效的。 那么为什么互联网这两个不是问题呢? 互联网的电商类,这个人效是很高的。 高到什么程度? 你像淘宝人均,很早马云马总也提出,人均一亿兼比, 现在淘宝将近两亿人均兼比。 那即使不是淘宝, 一个做电商运营的品牌, 人均一年两三百万,比比皆是。 所以对它来说, 人效不是那么重要, 对电商来说。 评效就更简单, 传统电子商务没有零售店面, 它最多是个仓库, 仓库的租金还是比较低的。 所以要清楚, 传统零售的死血, 人工成本和租金成本, 在电商不是问题。 而回过来, 在传统零售已经不是问题的货客, 以前的货客成本已经发生了, 我已经稳定的物流成本, 恰恰是电子商务的死血。 那么回到新零售就要看, 这个新零售的液态, 如何能够在这电商的两个软肋上取得突破, 如何解掉传统零售的两个死血。 那么当把这两个问题, 各自的两个问题解决了, 新零售的效率就应该成倍的高于传统零售, 也优于电子商务。 就你的效率, 你跟谁比, 你的人效必须高于传统零售, 但你可以低于电子商务, 但你的货客成本要远远低于电子商务, 你的物流成本要远远低于电子商务, 而你的货效又成倍的优越传统零售。 你达到这个局面, 新零售效率起拉。 感谢您的收听, 我是魏哲, 我们下期再见。 听众朋友们, 今天魏哲老师给大家留了一道思考题, 与传统零售和电子商务相比, 新零售有哪些机会和可能性? 快在评论区中写下你的想法吧, 希望更多人能在新零售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商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